2024年10月4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今天封面焦点要告诉您的是 一旦政府拟定有关勒林人士的法律后 凡故意疏于照顾父母的子女 将面对法律行动 包括有能力却刻意将父母送往看护中心的孩子 也有可能面对监禁罚款及强制扣薪的后果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拿督斯里·南希·苏克利 在接受马来西亚《前封报》专访时表示 该部已拟定相关法案 但并未详细说明惩罚的类型 及向国会提出该法案的时间表 他强调这是政府为确保马来西亚做好准备 并应对2030年成为老年国所做的努力 根据统计局数据 2024年第二季的乐林人口为390万人 获占3060万总人口的11.6% 此外家庭和婚姻顾问胡欣沙烈说 兄弟姐妹之间缺乏了解工作忙及经济问题 都是父母被忽视的原因 目前我国并未具体法律对父 故意忽视父母的孩子 包括即使在有能力下 依然将父母送往安老院 根据卫生部不久前发布的报告显示 父母遭家人虐待和忽视的案件增加了20% MyDigital ID私人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 莫哈默米尔杂强调 国家数位身份与MyJPJ应用程式的整合并没有取消 而是推迟了启用时间 莫哈默米尔杂说 部分媒体报导错误引述交通部长陆兆福 关于使用国家数位身份的声明 引起民众混淆和忧虑 他发文告说 此次延迟启用时间不应被理解为 取消整合而是作为整体策略的一部分 部长只是宣布推迟单一登录功能的落实时间 也就是有关功能让用户只需通过一个账号 进行登录即可 他指出 在这段时间用户仍然可以选择使用 现有的MyJPJ账号登录 亦或是使用国家数位身份登录MyJPJ应用程式 换个焦点 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说 内陆税收局指出 拉曼大学教育基金会与拉曼大学在税务上是两个独立的机构 因此拉曼大学教育基金会所获得的收入 继续享有免税待遇 但拉曼大学所获得的收入则不符合免税条件 她是针对新洲日报报导有关优大被追税和罚款超过8300万令吉一事发文告做出回应 林慧英说她已接获内陆税收局的汇报 有关拉曼大学教育基金会和拉曼大学免税地位被撤销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她说她已向内陆税收局表达国人的关注和疑虑 内陆税收局保证并没有推行新税务政策 他们仅是依照现有的条件和准则来管理货批免税地位的机构 财政部税务司政积级审查拉曼大学的上诉 他会继续紧密跟进此事 争取达至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 此外马华副总会长拿督成德青抨击内陆税收局 向拉曼大学教育基金会追讨超过8300万令吉税款和罚款 是非常荒谬及不合理的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有必要介入以恢复拉曼大学的免税地位 新闻的最后带您关注 有电子烟产品以文具设计包装来呈现 家长们受处加以留意孩子身边的用品 以免他们接触到电子烟产品 马来西亚公共卫生是在脸书发文提醒家长 如今有商家为烟人耳目而将电子烟换包装出售 贴文说电子烟的设计如今已改成文具形式 包括记号笔、铅笔江湖等知名文具的包装 加上设计非常逼真 让人一时难分辨出 原来那是电子烟 贴文希望家长能多留意孩子身边的用品 以避免儿童和青少年在卫族法定年龄下 接触到电子烟产品为害健康 此外 宾城消费人协会希望政府能拟定准则 要求业者遵守 以制止商家为提高销送量 生产混淆民众的产品 协会教育主任苏巴罗声称 既然是有害的电子烟 设计就应该一目了然 让人知道这是电子烟 而非透过另类设计包装这些有害人体的产品 今天的新闻为您播到这 感谢收看